看到德云社的奇葩送你 才明白郭德纲为何美风佳节胖三斤 孔雲龙一上家来爱买点水果 云鹏有段时间上家来滴炸酱 他的那个炸姐面馆有合作 豆汁 胶圈 咸菜 油饼 杨和通的这个惯用技术手段 杨九郎 杨九郎是凉面 肘子 猪蹄 终于明白郭老师减肥 为什么总是以失败告终 徒弟们隔三差五的孝顺实在是太香了 这点老北京小吃都给我送遍了 切糕 驴打滚 豌豆黄 烧饼 豆汁 我要对洋就让他提出批评 以后不要买豌豆黄太甜了 一看看有卖嘟伯伯的下个笑话 就连月月在外面录节目的时候 尝到好吃的猪体 也不忘给师傅打包一份回去尝尝 我要给您换 哪都不能买到的猪体 我要给我师傅带着 哪怕老郭嘴上说着不吃 月月也能将水果送到她嘴边强行喂下 这就是宠徒的待遇嘛 有一次月云鹏要展示一手烙饼的手艺 出锅后郭德刚吃的那叫一个香 我师傅吃过我烙的饼 很感动 我师傅吃我的饼我也很感动 那你为什么要送我的饼 而到了拜年的时候 月云鹏送的礼物就更搞笑了 别人都是想着怎么讨师傅的欢喜 他却是拖家带口奔着蹭饭去 我买了一个大鲤鱼 好赵总鲤鱼跳龙门 而且这个鲤鱼特别的新鲜 付出来刚两天 哎呀一家三口拿着鱼苗在我们家 一共吃了五天饭 才吃了42斤肉 一个鱼苗换五天的饭菜 这种事也就只有月云鹏干得出来了 但看完云自科 其他人给师傅送的礼才明白 月云鹏这鱼苗送的 已经是最算礼物的礼物了 一般年货送啥呀 就给我说买点瓜子 这也就几块钱的事 拿瓜子换师傅的大红包 突然就明白烧饼为什么要生二胎了 但最特殊的徒弟当属鸾云品 大家都是往师傅家送你 只有他是从老郭手里拿东西 有时候师娘甚至打电话 喊卵云瓶来家里拿 这个待会你要走的时候 门口那有水果 你一会走的时候 你看无论是什么 你拿点走 你就算替我分用解仇了 我从您家走 我就没空着手走 那是贼不走空 但玩笑归玩笑 郭德纲也收到过不少贵重的礼物 就比如月月曾经和雷佳鹰他们 凑钱给师傅搜罗了一堆戏服蟒 前天 月云鹏 郭京飞 雷佳鹰 他们比这好像凑钱 给我买了会加几一百件 哎呦 这就收到二手了 那个民国的老的那个旧衣裳 就拉架来了 不乐坏了 要知道这些老物件 最便宜的一件也有几千块 品质上乘的更是几十万上百万 难的是有钱也要四处打听渠道 就算是二手的蟒头 小一百件也不是想买就能买的 可以说是既费时又费力 所以月月几人才要凑钱一起买 不然一个人是真的吃不消 而烧饼更是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价值八十八万的蟒头 这可给郭德当乐坏了 只能说老郭这些徒弟是真没有白受 看到德云社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涮锅子 才明白观众为何天天都在催豆笑第三季 现在涮锅吧 不是 你生活当中没有这种经历 早上睁眼咱就涮锅子是不是很少 行 算 算吧 别管节目组的剧本怎么写 在德云社这里只有随心所欲四个字 吃火锅没有筷子 又不想向节目组做交易怎么办 这点根本难不倒孟赫棠 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来吧 嘴树汁去 嘴树汁吧 至于为什么一大早就吃火锅 他要归功于张大厨令人拜扶的厨艺 前一天他煮饭时一下就到进去了半袋米 最后果不其然一锅米饭煮成了加生饭 众人一边吃一边吐槽 你放的太多了 这大米有这么小粒吗 都没发起来 你跟人家做饭吗 你吃的吧 香衣溜跟头 随后伦哥信誓旦旦的说没事 晚上添点水给大家做锅香米粥 然而第二天一早打开锅一看 堂主不禁发出一句灵魂拷问 这是粥啊 没办法面读吧 这个饭多了 这是粥啊 是粥 是不是又焖了一锅米饭 张赫伦你自己说 你怎么管这叫粥 为了阻止张大厨继续浪费食材 众人一致决定将鱼粮送到附近的饭馆解决三餐 只不过他们找的地方是一家西餐厅 点的却都是东北菜 做个可乐鸡翅 小鸡炖个土豆 鸡蛋 做个鸡蛋炒大葱 果然论搞笑还是要看德云社 包袱张口就来不按套路走更是家常便饭 原本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选大挂环节 他们也能给你玩出不一样的新鲜感 原本规定是选了黑色大挂的人要说单口 谁知千大爷将自己的大挂一拖凑成了一顿 月月更是将师弟们选完的大挂全拿回来挂好 最后出场的老秦看了一圈靠着智商做出了选择 我能选那 西服的吗 拿西服镜 这咋了这个 随后老秦再次回去选了黑色的大挂 大家伙一看顿时笑出了声 这不是钱的事 然而你是真傻 原来人说你傻我还不信呢 现在我信了我真的 你知道这大挂是谁的呀 大爱千大爱 你想跟师父搭档啊 不是不 我跟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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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等秦萧贤拎着黑大挂急匆匆来退货时 千大爷却坚持让他安心穿着 把这穿上算黑的 就把烧饼刷出去 能能吗 好吗 这好呀 对就是烧饼糊 好漂亮 这下落单的从张九龄一下变成了烧饼 此前还在嘲笑秦萧贤的烧饼怎么也没有想到 到最后兜兜转转怎么被坑的成堂了 果然还是千大爷最懂节目效果 有德云社在搞笑就像是呼吸一样简单 看到月嫂为月云鹏五个姐姐买了五套房 才明白他为何是郭德纲最可心的突袭 正如郭老师所说 月云鹏能有今天的成就 有一半造化是要归功于月嫂的 无论月月赚了多少钱必须都上交 挣的钱我不能拿我不能摸 真的跟你们吐槽吐槽吧 俗话说气管前金满贯 月云鹏看起来是在吐槽气管年 实际上心里指不定有多美 更何况当年月嫂和她患难与共的情谊 是任何物质都比不上的 那时候小月月身无分文一穷二百 很多生活上的开支都是月嫂掏钱 临近结婚两个人却还在租房住 月云鹏对此很是愧疚 我当时跟我媳妇我什么都没有 我媳妇上班养活我 我说我们要结婚了 没有房子怎么办 她说没关系啊 做一辈子怎么了 就你心里有我心里有你 比任何的大房子都 要问月嫂当初为什么看中了月云鹏 只能说全靠人品二字 她觉得我对我父母特别好 孝顺 她觉得我对兄弟姐妹特别好 就是我我挣的钱百分之七八十 全给家里 全给家里 后来月云鹏终于熬出头赚钱了 她想好好回报家人 负责管钱的月嫂二话不说 将月月那边的亲戚照顾得妥妥贴贴 我姐的衣服呢 她负担挺大 她红了之后 家里边不管是姐姐好什么亲戚好 她都愿意管着 所以在月云鹏这里 她可以吐槽自己媳妇 但别人要说一句不好坚决不行 而月嫂的智慧 不仅仅体现在家长里短的琐事里 在月云鹏遭遇解决不了的问题时 月嫂的高情商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节目里玩看图猜明星的游戏 不认识张军宁的月云鹏直接脱口而出 不红啊这个人 尽管随后张军宁出面调侃打圆场表示并不介意 月云鹏也转发真挚道歉 但键盘侠还是紧抓着这点不放 说月云鹏这是火了以后 开始目中无人彻底膨胀了 关键时刻郑敏出面质问小月月 她陪自己看的如意转都白看了吗 现在回家不会也把老婆和孩子忘了吧 短短一句话既说明了张军宁有作品放身 又指出月云鹏只是脸盲记性差 不是不认识张军宁 正因如此 郭德纲在聊到十几个徒弟媳妇里最欣赏每个事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月嫂 我觉得最可信的啊 就是月云鹏那媳妇 孩子懂事 月云鹏你早回家啊 你什么上师傅那儿看看去 或者家里有活了 如何如何 她老是过日子这套 正所谓娶妻当娶嫌 有月嫂这样的好媳妇 月云鹏果真是有福气的